大家好 我是學長 歡迎來到咖啡沖煮攻略 今天學長要來開箱的東西呢 不是手上這是Minos 因為這是Minos是最近學長要準備要販售的新色 很像我們VCafe的LOGO色 覺得非常的美 所以就今天會用這個東西來為大家來研磨 但是今天的主角是誰呢 是這個 鑽石濾杯 鑽石濾杯其實學長大概在三年前就開始賣它了 然後它其實也是一個很特殊的系統 為什麼呢 因為可以看到嗎 它其實這個濾杯裡面 它沒有像V60那種長長條狀的溝槽 沒有那種長條狀的 而是說它像是一個切割的感覺 它用這種菱形玻璃切割的方式 把濾紙撐起來 所以它的效果 跟一般傳統的 就是 長條形的肋骨的濾杯是不太一樣的 可以看到我們當我們把濾紙放進去的時候 它一樣濾紙不會完全服貼杯壁 但是它會被這個凸起來的 鑽石的正中心是凸凸的 這個部分會把我們濾紙撐開 所以它的排氣狀況呢 它的流速會比一般 長條形肋骨的濾杯慢一點點 但是也沒有到很慢 因為它畢竟還是會有對流的 那大部分的消費者用這個濾杯的時候呢 比較碰到的障礙可能是 我覺得我的厚實度跟甜感都很不錯 但是好像果酸弱了一點點 個性不夠強 所以鑽石濾杯呢 我們就來為它設計一個手法 讓它的口感 還有酸質都能夠很充足 那你的鑽石濾杯就很好喝囉 那當然包括這樣的系統呢 除了就是Driver的鑽石濾杯以外呢 還包括客氣的切子濾杯 還有更源頭的就是日本的Key Key咖啡 它的塑膠版的鑽石濾杯呢 其實它們的設計邏輯都是比較類似的 所以如果你喜歡這類型的濾杯的話 都可以稱好今天的沖髮 OK 好 我們今天就要為大家示範 鑽石濾杯 那磨豆子一樣是20克的豆子 我們今天用喝的豆子呢 是伊莉達 然後 我們今天使用手磨 Minos磨豆機 Minos是學長很喜歡的 中階手磨啦 因為它大概價錢大概3000多塊錢 算是比入門的磨豆機好非常非常多的 所以這是我們今天用Minos 那我們的研磨豆是什麼呢 這台Minos它是用旋轉的方式 我們這樣 關到最極 然後把它鬆開一圈 又有四分之三圈 這個伊莉達四分之三圈 Minos的伊莉達四分之三圈呢 大概等於小負四平刀的五左右 然後大概可能對於小飛馬 大概是六左右 所以是比較粗一點點 它的研磨度比較粗一點點 因為我們要搭配的是 鑽石濾杯 會比平常V60的再粗半格到一格 準備開始了 20克的豆子 然後比較粗的研磨度 OK 好 磨完了 大概一分鐘左右 然後我們就 用鑽石濾杯 然後我們使用的是比較大的濾紙 因為鑽石濾杯它的杯聲呢 可以做到四人份 如果你喜歡的話 你可以先過一下你的濾紙 流速會稍微再快一點點 為什麼很多濾杯 我基本上不太需要過濾紙 像V60這種流速很佳的濾紙 它沖不沖濾紙 對它的流速沒有太大影響 但鑽石濾杯它畢竟 它不是傳統的溝槽設計 所以你還是要沖一下濾紙呢 對你的整體流速的幫助是還蠻大的 沖完濾紙以後呢 我們準備倒分了 好 20克的偏粗的研磨 然後水溫呢 90度就可以了 不用特別的高溫 正常就好了 好 準備開始 悶蒸一樣 40cc 好 1 2 3 繞兩圈 回中間 大概40cc左右 那我今天可以到37.2 差一點點沒有關係 差個2、3cc 35到45之間都很正常 OK 然後呢 悶蒸時間30秒 那第二段呢 學娜跟大家講 為了讓 我們的 鑽石濾杯它的 香氣跟酸質整個要 讓它激發出來 所以我們待會給水的 力道還有翻攪的力道 都要比較強 所以這一段呢 就大家不要客氣 往正中間 但是讓它有點翻攪 然後給水要快 OK 好 準備好這一段 一定不要客氣 好 給大水 好 中間 先 10塊錢大小的範圍裡面 稍微繞一下 讓我的給水呢 快速的穿過去 但是呢 還是 有一點繞的 在正中間有繞 OK 然後給到200左右 OK 200左右 然後你要確認你的水位 一口氣喔 往上飆升 我希望大家是水位能夠飆上去 不要說慢慢的給 慢慢的給的話呢 這一段呢 就 它的水位拉不上去 它的流速反而沒有那麼快 反而所以你要 這段水要給的夠快 還在正中間呢 5塊錢 硬幣大小 繞圈圈 它流速就會非常的快 OK 然後後面這兩段比較特殊 最後這兩段比較特殊 OK 現在我們要讓 鑽石綠杯發揮它本身的 純厚度的部分 40CC 沖粉牆 OK 好 輕輕的把粉牆沖下來 繞圈圈 OK 讓它粉牆 粉集中在濾杯的正中間 40CC 很特殊喔 會把粉牆沖掉 但是大家不要緊張 OK 然後 快流完的時候 小水 繞外圈 小水 溫柔的小水 然後給30CC 會發覺我的濾杯裡面的水 有點像是堆積在濾杯裡面 這就是我要的效果 可以流的很慢對不對 這就是我要的效果 OK 好 然後最後30CC 一樣是小小的水 OK 300 可以看到最後一段 最後兩段30CC呢 都是 粉跟水晶出的時間呢 都很長 會慢慢的 才會流完 這就是 讓鑽石濾杯的 後半段的口感 做出來的一個好的手法 OK 那最晚以後 大概就是這個狀況 沖煮時間在2分40秒左右 當然會比V60 略長一點點 但是還是一個 很OK的一個 一個時間 OK 我們來試試看 OK 好 我們上下要攪拌一下 因為我們前後的給水的 力道差異蠻大的 所以剛油出來的 跟最後流出來的風味上面 會比較差異比較大 所以我們還是要 均勻的攪拌它 果酸 非常的舒適 然後呢 後半段的口感跟甜度呢 一點都沒有少 確實是 在 切子濾杯的情況之下 我們的手法的大膽程度 其實可以更大膽一點 然後在前後的給水差異 可以再劇烈一點點 為什麼呢 因為 它的肋骨的效果 它的肋骨不像V60 這麼深 那麼長 對不對 所以呢 它雖然對流狀況也是不錯的 但是 它要做出比較顯著的層次的時候 你的手法 就要有一點突破性了 所以我們前半段用了 很大的水 然後用快速的方式 讓我的水位整個拉高 這樣子就可以做出很多的香酸 但最後呢 我們不但把粉牆還推下來 一般我們不會推粉牆 為什麼 鑽石濾杯可以推粉牆 其實我跟大家講為什麼 因為其實鑽石濾杯 你推粉牆的情況之下呢 比較不會容易出水位 因為它的肋骨並沒有那麼深 所以就算你把粉牆推掉了 它也不太會沿著肋骨流到湖底 所以 鑽石濾杯 反而是最可以推粉牆的一種濾杯 大家沒有想過 那推完粉牆以後呢 我們就可以利用它的粉集中在正中間 那整個流速就變得比較慢 因為粉都在正中間 粉成很厚 這個時候呢 再去小量給水的時候 就會發覺說 最後那60cc分兩次 30-30 那兩段的浸泡會讓你的口感 唇厚度和甜度整個拉高 那這樣的設計呢 是不是就可以讓你的鑽石濾杯 前後都有 那種足量的支撐力 有果酸 有甜度 有巴底呢 那這樣的鑽石濾杯 當然就會好喝啊 OK 好 那我們今天鑽石濾杯的示範就到這邊為止 其實任何的濾杯 你要學 你要觀察它的流速 瞭解它的特色 然後去克服它的風味問題 你都可以做出很好喝的一杯手沖囉 好 那今天的咖啡沖煮工藝就收到這邊囉 那我們下次見 掰掰 님 旁邊